9號凌晨花蓮臺八線落響路段發生土石崩弱 瞬間導致雙向通車受阻 所幸當下沒有車輛經過 而公路局則是在第一時間立即派員前往現場清除 趕在凌晨2點恢復通行 路面上除了布滿碎裂落石 管制砸口也被砸得東倒西歪 堆土機來來回回陸續清空路面落石 這個場景就發生在9號午夜12點左右 花蓮臺八線落響路段 突然發生土石崩弱 瞬間導致雙向通車受阻 還好土石崩弱的瞬間 並沒有車輛通行才沒釀成傷害 最近因為有豪雨 造成在台八線 在天翔以上到白羊步道中間 大概是166.8的這個位置 在今天凌晨12點左右12點多 有發生這個落石 那現場人員就立刻來辦理清理 那有散佈不少的一個落石的這個石塊 那公路段也積極趕快請我們的廠商來辦理清理 大概在2點20分左右就恢復通行了 為了保護庸人的安全 所以我們現場也持續有人員來辦理警戒 就是看現場的一個邊坡狀況 然後讓用路民眾可以方便通行 公路局在早上6點左右也出動了水車 將路面上的粉塵一一清洗乾淨 並且也呼籲用路人 最近山區公路因豪雨及地震影響 容易土石鬆動 務必要多加注意行車安全 記得許立芹修林香報導